這款是 DJI Pocket 3 他本身沒有 HDMI 輸出 如果你要將這一款 DJI Pocket 3 連接到你的視訊導播機 或者是連接到你電視的時候 他是無法直接連接的 必須要透過轉換的 他的實體輸出就有 USB 的 Webcam的輸出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 RTMP 無線的 RTMP 輸出 我等一下就要利用 第一個 USB Webcam 的輸出 把它轉換成 HDMI 第二個呢 我要利用的是他的無線的 RTMP 的方式 轉換成一個無線的 HDMI 出來 那麼 第一個 USB 轉的 HDMI 的話 我們又分成三種方法可以轉 第一個是用這個方式 這個叫做 HDMI UVC 雙頭龍的這個轉換器 那這個東西是非常特別的 他除了可以吃 USB Webcam 進來之外也可以吃 HDMI輸入 但是我們今天應用就只會吃到 USB Webcam 的這個輸入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會用到的是這個 這個 羅技攝影機 轉 HDMI 轉換器 第三個呢 我用這個 USB 攝影機的 多媒體轉換器 不管用什麼方法 都可以將你的 DZI Pocket 3 的這個 USB 轉換成 HDMI 出來 好第一個我們先用這個 HDMI USB 雙頭龍轉換器 這個是 DZI Pocket 3 後面有一個 USB C 的地方 這個 USB C 就連接一個傳輸線 這個傳輸線 USB C對 USB A 的這個傳輸線 連接起來 這個傳輸線啊然後連接到這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非常特別 他有兩路的來源 因為他是 USB IN 嘛所以就連接到 B 這地方 你要連接完之後呢你要用你的手指去 接觸這個這個 B 這個來源這樣子 然後這個 盒子他的電源就從這邊進的 USB IN 這地方進去的 HDMI 輸出 連接這邊這邊要連接你的 電視 我們先將電源給插上去 連接到變壓器 電視連接到這邊 然後這時候呢 將 視訊來源連接到 INPUT B 的地方 這樣子 那這時候你的 DZI Pocket 3 要點這邊 網路攝影機按 B 就有畫面了 按 B 這時候你的 DZI Pocket 3 啊 就變成一個 HDI 輸出連接電視 那他其實是有聲音的 嗨 有聽到嗎有回音嗎 因為太近了 哈囉 你看他是有回音的 沒有問題 第二個我用蘿記攝影機視訊轉換器 好那這電源 5伏特上上去 然後再連接電視 我們先連接電視 然後再連接電源 這樣子 你看喔他會出現 Fabon的Logo在電視上面 然後等待 等待差不多10秒鐘的時候 這台 DZI Pocket 3 它會出現 攝像頭你就按 開啟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成功了 你看 嗨 你看 是有聲音的吧 聲音是正常的吧 這樣就達成了 DZI Pocket 3 啊 這個變成HDMI 看 好那他怎麼連接這個視訊導播機呢 比如說這台是這個 Anton mini Pro 那很簡單 我們先看Anton mini Pro的介面 他這邊後面 的地方有1234 4路的輸入源 有一路的HDI輸出 那這個HDI輸出就連接到你的電視 這個HDI線 再接到那個轉換器就可以了 這樣子就出來了 你看 這時候你將你的Anton mini Pro調成Channel 2 就有畫面了 那我調成這個全螢幕的 你看 DZI Pocket 3啊 就成功連接到這個Anton mini Pro 你看 非常的流暢喔 第三個呢 我用這個USB攝影機 多媒體轉換器 接出來之後呢 我就把它連接到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的webcam input的地方 接進來這個盒子要上電 上5伏特的電 ok 當他上完電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燈會亮 這個是UVC通的 你看哦他會出現一個網路攝影機 你就按 確認 這時候啊 他已經變成一個webcam輸出 輸出到這個盒子 那這盒子最後再將他的HDMI連接 DJI Pocket 3 連接Anton mini Pro DJI Pocket 3的UVC 變成 HDMI連接視訊導播機在電視顯示 也可以連接這個windows 用UVC bypass的方式出來 在obs啊或者是視訊會軟體使用 最重要的是他還可以在iOS上面做直播 你看 他可以做塗層 比如說新增 手機的鏡頭 這樣子做切換 還可以做塗層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我 前面一個影片 有詳細對於這個 APP做介紹 接下來啊我們會用到這個 RTMP轉HDMI的方法 因為這個DJI Pocket 3他可以做什麼 臉書直播啊YouTube直播啊 那我現在的玩法就是說 將這個的RTMP 我不要直播到臉書也不要直播到YouTube 我就直播到這個盒子 做一個內網的直播 那這個盒子啊他收到這個RTMP的訊號之後 他就把它轉換成這個HDMI出來 就可以連接到你的電視 那使用這個方法要特別的注意就是說 你必須要準備一個路由器 這台路由器啊不要買太兩光的要那種電競等級的 這個 無線的品質要好 好 那麼他的IP就是192.168.1.1的這樣的路由器 那我們先將這個RTMP轉HDMI 先插上電源 這個電源 然後呢再連接這個 以太網路 這個以太網路是來自於這個路由器的有線 好然後這個HDMI輸出呢就連接到 這台電視 這台電視這樣子 好打開電視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DJI Paki3啊 把這個電源打開來 好 我們再用你的 行動裝置去做一個設定 直播的設定 你可以用iPad啊 你也可以用安卓啊 你可以用iPhone都可以啊 那我這裡是用iPad 然後這個App打開來叫做DJI 這個 打開來 好 然後呢請你連接他 這麼一個直播 按下去 按下去 然後還出現一個這個提示畫面 我們現在不是要做臉書直播 也不是要做YouTube直播 是要做RTMP直播 將DJI Paki3啊 直播到這個盒子上面 好所以我們選擇這個RTMP 開始 iPad的角色啊只是一個設定而已 設定完之後呢 iPad的角色就關掉了 就用不到了 好 我們選擇你的路由器 這台路由器就是 這一台 你家裡的不一樣你就去選擇 用這個去選 好我已經選好了就是這一台 然後呢 這個很重要 這個RTMP的網址叫做RTMP 192.168.1.217 斜線LIVE 然後TESTER1 這個是固定的 不管你用什麼設備什麼的 這一串都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這個一定要固定在192.168.1.1 就是因為 前面的網址是這個 在同一個網域才可以 這一串是固定的 一定要打上去 然後呢 選擇這個1080P 高解析度 30幀 然後流暢優先 好選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開始直播了 開始 直播 直播出去了 你看 哈囉 因為太近了 所以會有回音 我把聲音給關掉 DJI pocket 3 無線的 方式變成HDMI 連接到電視 不管是有什麼方法轉啊 就是用無線的方式他 當然就是沒有那條線的拘束 但是要考慮到說會被干擾的問題 那你採用USB有線的方式連接的話 這三台設備都有千秋啊 這台來說的話他是比較經濟型的 而且他是可以將你的USB或者是HDMI 同時轉換成HDMI跟UVC 這是一個很特別很創新的產品 那這個就是單純的將你的USB的webcam 畫面轉換成HDMI 就只有這樣的功能而已 那這台比較特別是這台還是可以做錄影啊 他可以將USB攝影機的訊號進來之後 他除了轉HDMI 也可以轉webcam 也可以呢做錄影 也可以在iOS上面做直播使用